2 2 3 2 2 3 2 好 但是不打算活着的事 我没有找任何人来亲身 你是谁 为什么帮我亲身 有什么好幸福的 25岁之后 每次过生日 无非就是提醒自己 又老了一岁 但还是没混出什么名道来 前两天我想到快到生日的时候 我就特别焦虑和恐慌 因为我很努力地去回想 我27到现在做了什么 每一年发生了什么 我发现我竟然都想不起来 所以我觉得我不能这样吃手 我同学能经历我的27岁 昨天在地铁上 我突然想到一个 可以对抗这种生日型焦虑的方法 写歌 让我活进我的歌里 这样往后 只要有人唱起它 或者我听起它 我就能想起来那一年 我做了什么 我的感受 这样再稀里糊涂的日子 也有存在的证捉 不是吗 昨天都写出来 嗯 简单地做了个编曲 就像 就像当你见到我来 好 以后 我当遇到一个人 或者谁想认识我 那就从这首歌开始听起 好 好 对了 既然来了 你送的这个礼物 是真的吧 好 真的 真的 姚泽 亮临 生日快乐 你也行 我说的话 到来好像真的实践 怎样 你现在不是说的话 差不多了 嗯 好多了 30岁好像没我想象这么可怕 一步松弛了一些 天下也松弛了一些 这个 对了 我的妈儿女丰全 草藤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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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亮说只能跟我几对 一个优势人去交 草藤 所有人都送上一个花园 草藤 更新的不愿意 我待在家里还学会要做饭 今天我已经来干了 草藤 不行 草藤 留别 你能帮你欣赏吗 有 下面 我这几年都在写 我那一传书 今年这首叫做《管他什么》 好像有的歌都比我本人要下坡 当我害怕年纪的时候 我就在歌里唱《管他什么年纪》 当我害怕安定的时候 我就唱《管他什么安定》 当我担心自己不OK的时候 我都会唱《管他什么年纪》 我都会唱《管他什么年纪》 《管他什么年纪》 他就买一个更理想的我 都接放下的音乐 然后自己唱一唱的可能就选了吧 那就愿我有一个不寻常的 自由的 不有的 灵感爆棚的三十佳人生 好 好 没会儿三年 刚刚去 对啊 我刚刚刚成熟 好 好 好 我相信我看他有一句 在一个新的行动 你对面超越高兴 我操 那时候我们都打电话 我第一次过这样的生日 我不打电话 真好 今天我又唱这首歌了 我不打电话 男生感到就是又美又好那种 最有开心的是老公一人在场 然后辛苦了 但是今年这个生日啊 我感觉我陆陆续续得过了有一个月了吧 真的 谁能想到 突然在三十几岁开启了一片崭新的人生地图 哦 你看了吗 前几天我们刚刚在剧场里面 完成了一场很盛大的演出 所以是一个真实剧 我一直在想我们的音乐 如果变成乐剧 那得是多么适配 这个能好看 结果真的实现了 哎 而且还是我自己写的本子 虽然有点生意 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 现在总算踏出第一步了不是 那我像个演员一样 站在台上 让观众泄露 然后看他们为我的作品鼓掌 那一种感觉真的很爽 只能说见习船长 仍在学习如何像于风浪吧 一开始真的是一点小风小浪都会让我非常消虑和紧张 就是一有委屈就想解释 然后一有矛盾就想调和 一有指责 就特别容易自我反省 而且那个时候 忽然有这么多 这么盛大的爱意 相接引来 就是在想 哦 就是在想 他们喜欢的 不过只是那个 他们脑海中的一个理想的我 不是 我是要努力去 體配他們那個理想生 不要 你就是 你就是 我愛能救助這個料理 可能有很多問題的缺點 我們就喜歡 其實我怕會不愛的人討厭 但是我怕讓愛的人失望 不會 我們亂來 你會擔心自己會不會 只是一個大浪打來 停起來的一個泡河 就是 其二一舉最後被抽獲的那種 不 總之這個時候就是有種 很不真切的腳踩著 真的 也有一種 是不是會突然加速的 絞繩脫手的失控感 那這次在試著做 好多了 心裡皮脂多了 都來想想 愛的和恨你 可能都是一種 投射效能 無法改變 我在別人心裡的投影 我也能做的 只有專心 去成為那個我認可的自己吧 而且 哪怕要當泡泡 我也要當最絢麗的那個 我會盡力 也會原諒自己 無法走近的人 你很棒 你很棒 你之後的風浪還是很好的 好吧 那就 好好接受風浪的款待唄 留戀最棒 留戀最棒 留戀 在風浪獲取之後 沙灘上有很多美麗的貝殼 我們